以洗衣机为例子 它在研发的阶段就经历了超过50种不同测试 公司的高级研究工程师金慧珍说 在洗衣机的性能方面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标准 而为了要符合这些标准 公司会从各国采购肮脏布料放入洗衣机清洗 再根据污垢被去除的程度 判断洗衣机的清洗性能 而在安全方面金慧珍说 由于洗衣机在运作时需要采用大量的水 因此产品在同水接触时是否安全就非常重要 为了确保水洒到洗衣机外时 不会发生触电意外 他们也进行了一项洒水实验 测试外壳材料的电绝源能力 另外由于电器产品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个大开销 因此都希望能够用上10年左右 公司在确保洗衣机的耐用度上 就让洗衣机连续运作20到22天 每天24小时 在测试配件方面 他们也会让机器不断开关洗衣机的门和洗衣液格子 并不停按按钮确保洗衣机耐用